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时和早年张根硕很相似 二 蔡绍芬 邱淑珍 两位都被称为是港圈女神 他们俩也是日常被网友们说长得像 好似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对比两人年轻时的照片 他们俩都有小儿间的下巴 灵动的小鹿眼 精致立体的鼻梁 稍微有区别的是邱淑珍脸型偏短圆一点 而蔡绍芬的脸型更长一些 除此之外 这两位女星的古装扮相也颇有相似之处 都透着一股灵巧机敏的感觉 所以以前很多人把他们俩搞混 但戏看的话 蔡绍芬五官轮廓相对骨感点 而邱淑珍则是更加饱满风盈 三 中楚希 肖敬腾 中楚希 殷芬华一夜爆红 戏里温柔知性 戏外性格大大咧咧 像个假小子 常把自己打扮得很中性 网友发现他和歌手萧敬腾非常相像 两人穿同款服装 打扮同款发型 还同框 真是一对一夫一母亲兄妹 萧敬腾棱脑分明 原本很刚的脸 没想到换成长发变成女性 也是别有风情 四 陈景洪 林文龙 爱看港剧的朋友 一定对这两位很熟悉 他们俩年龄仅差一岁 是TVB同时期发展的男艺人 有意思的是 陈景洪和林文龙虽没有亲属关系 可长相却有七八分相似 尤其是两人的上半张脸 真真是眉眼不畏太像了 陈景洪曾在创世纪中 饰演一中一间的许文彪 这个角色令他十分出色 而林文龙在18年时拍了《再创世纪》 在剧中饰演高折一角 这两位男星年轻时穿西装的样子 确实挺相似的 以前看港剧时 许多网友对他俩都是傻傻分不清 还会猜究竟这剧的男主是他俩中的谁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说 其实他俩在气质上稍有点区别 陈景洪更加斯文 所以能演出斯文败类的反派感 而林文龙气质更阳刚一点 5. 何广佩 黄佳勒 这两位男星的壮脸程度也很高 之前黄佳勒还被路人错认为是何广佩 其实他们俩相差十岁 一个是七五后 一个是八五后 属于圈中的前后辈 何广佩和黄佳勒 曾一同主演过《大将园》和《白色强人》 剧中也有一些对手戏 两人的民国扮相和现代装都挺神式的 好似双胞胎兄弟 对比两人叙虚的照片 的确五官轮廓相似度颇高 容易让人分不清 6. 龚俊 张雨昕 两人照片一对比 除了性别 五官气质神态简直真一样啊 龚俊随着山河令的爆火 他演封批美人温克行 收获一大批粉丝 从吉吉无名 进入大家视野 张雨昕也参演过《琉璃》等一些配角 不温不火 却一直因为曾经是王思聪女友 而被人津津乐道 两人如果互换个发型就是对方了 确定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吗 7. 袁杰盈 张可一 他俩也算是港圈中的七至美人了 俩人相差一岁 差不多同时期加入了TVB发展 各自拥有不少代表作 因此都曾是TVB的当红花旦 更觉得是 他们俩的短发造型十分相似 再加上脸型都很小巧 五官轮廓非常精致 都被冲为港圈中的短发女神 对比两人的短发照 眉眼和鼻部相似程度颇高 一些面部神经也如出一辙 难怪网友们会觉得 他们俩好似姐妹花 除此之外 他们俩的古装扮相也都不错 是那种亲历佳人的气韵 当流露出落寞忧伤的神情时 两人都有种我见游怜的脆弱感 8. 关德辉 郭富城 TVB男星关德辉 他年轻时候的五官长相 有几分神似郭富城 尤其是某些神情真挺令人分不清的 对比两人年轻时的照片 的确有些像双胞胎的感觉 逐渐成熟后 郭富城脸部更加瘦削精致 颇有男人味 关德辉则是下颗部位稍宽一些 但部分轮廓还是有点神似 9. 文宋贤 陈凯依 文宋贤是党圈中的甜美女星之一 五官精致小巧 颇有灵动美 而陈凯依比文宋贤小六岁 但她刚出道时 就被不少人说长得很像文宋贤 其实他们俩都属于量感小的五官长相 尤其是眉眼部位较为相似 不过陈凯依的嘴部有点凸 没有文宋贤的精致流畅 在TVB发展时期 他们俩也都拍了一些古装剧 从半项上看有六七分的神似 细看对比的话 文宋贤更加娇俏一些 整个状态更有灵气 而陈凯依因为嘴部的关系 有时会嘴角向下 相较文宋贤就多了几分苦感 而文宋贤在嫁人生子后 如今基本淡出了荧幕 在家相夫教子 陈凯依则是多年没有拍戏 前不久他出演的奇幻港剧《明明之中》播出 也算是其付出之作 10.刘新忧留学艺 刘新忧因饰演在步步精心历历的马尔泰若兰 被大众认识 在2021年的都市郡生活家里 他和刘易君组CP 让大家看到中年的爱情也很养眼 刘新忧是80后 和90后小生刘学艺相貌相似度非常高 刘学艺俊郎帅气 有种脱俗之感 精致的五官 还真像是刘新忧在女扮男装 11.陈英美狗淫慧 两人的壮脸指数超高 除了有点身高差以外 他们俩的面部五官太过相似了 难怪被许多网友误以为是双胞胎 他们俩相差二岁 算是同一时期在TVB发展的女星 一个是港姐出道 另一个则是国际中华小姐的冠军 比较巧的是 他们俩还都在《法政先锋3》中出演过角色 陈英美在剧中饰演蒋卓军 是法政部科学见证主任 她性格开朗坦率 敢爱敢恨 而狗淫慧则是饰演曹丽美一角 虽然戏份不算多 但却被观众所认识 当时就有不少观众 觉得他们俩长得很像 虽然发型扮相不同 但都是清纯甜美卦的长相 不悟 这两位女星在婚后都大量减产 陈英美近些年基本没再拍戏了 成为了男星成豪的显内注 而狗淫慧在19年拍了《飞虎之雷霆集战》后 也是没有新戏播出 十二 萱萱叶璇 两位大美女都曾是TVB的当红花蛋 不过他们俩早年也经常令人傻傻分不清 还以为是双胞胎姐妹花 他们俩主要是五官轮廓很相似 比如鼻部和嘴部 当他们对着镜头微笑时 糊涂都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 萱萱和叶璇在TVB都拍了不少作品 比如《寻情记》《再生缘》等等 两人的古装扮相也挺相似的 再加上这两部剧都有男星凌峰出演 就曾让不少观众把他们俩搞混 据说当他们俩同况出现时 一些工作人员都曾弄混过 不过细看的话 两个人的气质也有点区别 萱萱的眼神有种坚定倔强感 更有大女主的气场 而叶璇则会温婉一点 看了以上明星 你觉得哪一组最相似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